今天推出了Google的新型模特兒 除了看Vision的重要之外 其實那件事真是很刺激的,其實之前OpenAI很刺激的就是Function Call 現在這個模特兒都可以做Function Calling 其實Function Calling很簡單,很容易明白 問題就是LOM本身都是在建造模特兒時有它的Data 其實External的Data你不會有的 總之你要Curlary的外在數據或外在資料燈 其實你很多時候RG、AG、A、G,問題是否一定要拿資料呢,你要決定 但現在是等一個Model來決定,你問問題,又等一個Model來決定 看少許例子就會很容易明白 它的Sample我就吸了下來,卻不斷都在溫暖 現在要玩,要用Upgrade 版,要上新版,拿最新的Beta才有 然後呢,其實現在的Code是很有趣的 我先放大一點點吧 其實現在你想玩這個Model,當然是Generative Model 因為它是Preview版,所以Core法有點不同 但現在你可以Define Function Call 其實Function Call,你記住這個,只不過不是真的有一個Function 你弄清楚,不是Model裡面,你寫的Part-in,它裡面有1Python 不是這樣的 所謂Function Call,只不過是你定義一些功能 其實之前你玩Lang Train Agent 都是這麼小的設計 Lang Train Agent 當年Head 到它,現在就Build-in Agent 的概念 你就可以這樣玩的 你就Disgroup 名字,但你Disgroup 功能可以做什麼? 例如你今次想看天氣,你就這樣跟我說,你想看天氣這樣跟我說,你想數據庫插資料這樣跟我說 其實Agent 之前的概念都是這樣,你說Agent 可以做什麼,這個就是功能可以做什麼 那你Disgroup 它可以做什麼呢? 然後下面就有趣了 下面任你寫的,這些下面格式任你寫的,其實這些是Open API Syntax 你只會跟它說我有些Parameter,我叫Location,我叫Unit,我看攝氏、華氏 Location 是什麼,是自寸來的,自寸來的 那你又要形容這個Parameter,或者給它一個例子 說城市,說Stage 接著攝氏、華氏,你不用說 接著一定要進去跟我說Location,你不說Unit 我應該會去預設,就跟你說話,他照說給你聽 但其實現在你變成了他不憑給你聽,是怎樣呢?你真的叫這個Program 的時候,你想要去Define 一個Get Radar Function 之後呢,你用Warp 它,Warp 一個 Function Tools 那你變成了你心水清就知道,喂,那其實如果我有很多不同的API 要叫,那其實我就把Warp 了它做 Function Call 那其實如果有 Open API 的 SPAC 在這裡,即是你用一些API 機位,你弄了一個 SPAC 出來 那這個 SPAC 就就是這個 那你弄了出去之後,那其實你弄了出來之後,那其實你可以逐個 Function 滅在這裡之後呢,那它就會餵死醒了 它就看著這裡了,它要你問一些問題,好像說,喂,現在What is the weather in 波士頓,天氣如何呢? 你這樣問它,那就記得了,通常這些一定會下小的Temmetures,因為你 bad check 那它就,你給了List of Function Tools 它,即是一等一個了,你弄了一個了,但其實可以弄幾個了 但是你給了它之後,其實它一問這個問題,它就明白,喂,波士頓嘛 那它就有 Call 了,它就發現了,其實這次呢,是 Function Call 來的 那它就 Return 回這一節 其實嚴格來說,就好像,如果你玩過之前的 Checkbox 呢,即是那些 Dialogflow 啊,Amazon Lagos 啊,其實你講完一句話之後,它幫你抽那些所謂 Intent 出來,即是意向出來 其實意向就是,就像 Form Viewing 一樣 那其實這個問題,現在很 Exactly 就是那樣東西來的,你有句話說出來它 Reply 給你,它提到 Palmetra 抽出來,好像可以變成 Form Viewing 這樣 那你變成,如果你寫 Program 呢 在Output 的時候,Model Respond,你會檢查這個Parameter 檢查到它Plaxy 這裡,看到Function Call 這裡的Field 你會檢查一下Function Name,只要包了你的Call 當然你不可以按Call 但是還可以做一下實驗的,如果我這樣問其他問題 What is GCP? 我這樣問他What is GCP? 你看它的Output 你現在看它的Output 燈光了,你看到它這次應該不會是... 它還沒走到,應該要拼出去 但你看到它好像是舊的 還是什麼波士盾來的,讓我看清楚一點 對不起,我滾過籠,在上面滾過籠 What is GCP 是上一個 What is GCP? 你看到它這次Return,它就是Pax,就是Test,就是G 所以它會分得到,它發現一些東西,你給它聽有些外掛功能 描述了它外掛的API 然後它就會自己幫你製造一個Parameter 抽了Parameter給你,讓你Call 那個API 讓你拿完API,回到Data,然後再給它Call 這就是Generative Mode,即是Single Call 但通常這些不是玩Generative Mode 如果你玩這些是玩Check Mode,即是Multiple Call 所以你看到,只要有Decay,即是Decay,即是Decay的功能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樣的,然後又一個Tools 但這次呢,就是Check 不過你試試試試試試試看,這個Check 就是Send Message給它,然後列出了一些工具 其實你每次進入Parameter可以轉的 因為之前的Open AI都可以這樣說 因為這個Case是,你有機會不是所有Tools都給它 可能你到了某個Flow才給它 然後又是問波士頓天氣,然後呢 他又不斷抽了Parameter Call給你 你看到,很過癮的,你可以連續聊 但因為這裡是Check了 Send Message,第一個Respon 你再Check一次,這次你又可以說 如果我想有些Parameter幫我填了 因為其實是可以Mark Function 其實那邊都有的,之前也有 因為其實如果我CallGenerative 然後我Respon就給我Fix它 OK? 這個他也有APR說的 因為第一次你可能會作個Call 第二次其實你已經... 其實你的Program當然是Interactive 可能你Cache了,或者... 它又不是輸給你看到Cache 那你再Call的時候 你本身寫Program以後 Functional Programming也流行的 這個叫..."Curely",或是 jedl 其實你中共看到API 岂嘛 Iặc就是這接著呢 你ftig réponse 這個問這隻 其實就是我 Zack 它給出一半的,即是Respon 讓它寫了 其實如果要追 Chemn 它便可對 näm 但就是這樣算 可以這樣子玩 那.... 公式體勿力 其實... 頗 gallery 由於... 其實之前玩上一次,即是他還未出尖念儀,即是Prime 2 之前那幾隻Model,其實最頭恨就是出不到 Jason 其實出到 Jason 都可以自己模擬一些 Output,即是弄點 Function Call 但其實現在還好,嘩,支援 Function Call 就非常好 因為你可以給他一些不同的外掛功能,讓他決定 Call 誰 那是一個很 Powerful 的 Feature